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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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那究竟真實的你是怎樣的 其實我在節目中說的話 大部份都是發自內心的 大家可以放心了 原來是真的 想到有那句說那句 但是現實中的行為 可能說話就不會那麼誇張 因為做節目想娛樂一下大家 所以有時說得特別過分 可能說得很嚴重 但其實雖然我真人真的是這樣 但不會說話或行為那麼出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多給男觀眾一些Fantasy 你正式看一個男生 在節目中 你一定是先從下面看上去 我不是的 也不是的 節目中也說先看了樣子 先看樣子 不是先看那些甚麼 有沒有空肌 有沒有腹肌 有沒有膊頭 都不是那種 我首先看了樣子 是 或者有些男生會自帶氣場 他一走進來你已經覺得 嘩很Charm 看完他的樣子之後 就會掃下去看他的身形 夢幻中學 你最喜歡的男生身形的類型是怎樣 譬如說 跌一尺高 一定要有六塊腹肌 還是怎樣 不一定有六塊腹肌 但最好不要 很大的肚腩 頭髮方面呢 不可以有地中學 還有呢 譬如說有些女生不喜歡男生 看舞太多 你覺得很棒 我剛才說完這件事 Please shave Please shave 一定要 這部分 Shave 哪裏 譬如說手 你知道嗎 最重要的那裏 一定要 shave 你喜歡白頭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太多看毛是很噁心的 不只是衛生問題 譬如胸口 我看過那些男生 整個胸口連肚子都很多 找不到那顆電池的開關鍵 那兩顆鍵都找不到 是很多毛的 我覺得有些 有些 Turn off OK 但譬如 根據節目對你的認知 可能你的經驗 也挺多 跟外國人接觸相處 但你知道外國人 他不shave 可能是天然一點 不 外國人才是全部都是shave 真的嗎 我遇過的外國人 是全部都是shave 沒有一個不shave 在國籍等大家 這麼多姐妹羡慕 有認識過 很近遠 北半球南半球 巴西 墨西哥 德國 即是比較遠 都是這些 英國 美國 沒有了 即是你的義內奴 智利 沒有 我也想試一下 我差一點 我也想認識一下 歐盟國家還有一些未來組織 未未 但這麼多國家接觸的男生 如果你真心覺得 最適合談戀愛 或者你最喜歡相處 有沒有什麼國家的男生 又來到答信的環節了 溫代就問 她說我剛剛跟拍拖十年的男人 因為結不成 婚而分手 男人浪費了我十年青春 我想問為何男人會這麼賤 要浪費了我十年青春 但又不跟我結婚 溫代 如果你相信今天男女是平等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浪費不浪費 拍這麼久分手 雙方應該都很傷心 沒理由患男人的青春就是青春 男人的青春就不是青春 你有沒有看過 《後來的我門》這一套戲 她分享了你們最美的部分 你們都記住了對方最好的時光 既然婚一定有很多很複雜的原因 如果男女真是賤的話 她不會跟你一起那麼久 一咀找那些年輕美女 不用跟你摸那麼久 你有沒有想過她可能都不捨得 又或者明知道你性格有些東西不對 改不了 但都不忍心 所以才繼續等你 那些女生是這麼奇怪的 明明性格和心態 根本就未準備好結婚 但不知道為什麼有好痕結 就好像玩埋週一樣 結了就埋了 埋了就贏了 最後的男人發覺你還是這樣 改不了 不肯落答 你就反轉豬土 那會不會最後有問題的那個是你呢 你不是三歲小朋友 不可能拍拖到九年半 才知道對方沒有心跟你結婚 為什麼之前你一直都不出聲 到最後逼婚不成功的時候 才把所有責任推散在對方身上呢 其不論男女 每次戀愛都以受害者自居 不肯正視失敗的原因 這樣你只會永遠都重複犯錯 樣子越來越像怨婦 越來越趕客 醒啦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到這裡 有什麼愛情問題 記得發到以下的這個電郵 address 下集見 拜拜 不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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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全了 nitrogen 麻�л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